妈生病的时候 你在哪儿呢 当时我女朋友在打娃儿 她不要我走 非要我陪到她 我也不晓得妈病得那么重 妈你死都没看到你一眼 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 你都说你没得空 那你在做啥子 你在耍朋友 这个能怪我们 我也不想要事情这个样子啊 你还在狡辩 到现在都不知错 我有啥子错吗 我也不想要麻病得那么重 你好之为之吧 啥子好之为之 我倒地水泥 啥跑 你爱水泥水泥 跑 你就是嫌我麻烦 我直接找地方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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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子 你那边方便吗 王毅在这儿不愿意睡沙发 我想让他去你那儿对付一下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谢谢啊 我没事 再见 请进 中午一起吃饭吧 不了 我弟弟刚从老家来我想跟他聊聊 弟弟来了 他正好一起啊 就当帮他进风洗尘了 不用了 我弟弟不太懂事 这有什么懂事不懂事的 孩子嘛 还是算了吧 你说过请我吃饭的 说话要算话呀 我当然算话了 说到做到 那不就多上筷子的事吗 好吧好吧 走 走 那么多彩 怎么来这么晚 我又要做轻轨 我又要做轻轨 又要转公交车 这个地方又难找 不晓得哪个弟弟 找都找求不找 幸好我找到 没事没事 找到就好 找到就好 那找到了找到了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同事何春光 这是我弟弟王毅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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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您好朋友 说啥子 他说我同死了 我弟弟来是找工作的 对 春光哥 你看你这身心头 我就晓得你是个成功人士 那你帮我指点喊米进来 我刚来 你觉得我在死活 在这个城市的时候 干些啥子工作呢 只要是能挣大钱呢 我觉得吧 你还是先不要找工作 你先来适应一下 这里的环境 毕竟这边和你老家那边 也不太一样 你觉得呢 对 春光哥说话好有道理 姐 我下午就去买个自信车 我就在城头到处转一样 吃吃吃吃 好 我会帮你适当地留意一下 如果要有合适的工作 我会告诉你姐的 谢谢春光哥 春光哥 师傅来的 我那个人呢 没读过啥子书 但是老婆还算是激励 以后有啥子好事 你要多关照关照啊 一定会 一定会 对了 这是我的名片 你以后有事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几厉害 厉害厉害厉害 快吃吧 都凉了 好 吃吃饭吃 吃吃吃 来 慢用啊 你好 慢用啊 喂 你好 好好好 为您呢 两分两分 我知道好 一会儿见 胖子 您这儿 外卖 经营会大厦 流流 有点远哪这 是啊 网园公司附近 要不我去吧 你别来啊 没准晚能碰网园呢我 好吃 您好 胖哥快餐 好 好 我记一下 好 等您说 买单 您好 大家已经接过了 谢谢啊 客气啊 你什么时候把蛋给买了 你弟弟第一次来 也算客人 我尽你地主之仪 这是应该的吧 谢谢啊 崇峰哥 这里应该挺贵的吧 再打个吃顿饭 要花一百多块钱吧 没 没事 没事 那个 主要是我喜欢来这个地方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下次我带你一起来 可以叫上你姐一起 好 好 好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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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吃了 我们该上班了 糟了 嗯 我把你走一口吃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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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在前面等我一下吗 可以 走 王爷 我昨天该给你发气 反正你来了 就在这儿安心地住上一段时间 最好呢 才能找份工作 我晓得不晓得 姐 这个崇峰哥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你烧一口一个崇峰哥崇峰哥跟着淘金服 我看她小眼睛我就看得出来她喜欢你 人家请你吃饭 找我两句歇息都不讲呢 我歇上这么 她又不是请我吃饭 她是打到我的命去你吃饭 姐 你跟我说话说 她到底是不是你男朋友 她是我同事啊 那我猜一下 你该不是跟庞子那样在耍朋友 你稍管我的现实 姐 你不会老妈妈的眼光了 你现在是服装 庞子就是个买火烦的 他人配了赏衣嘛 你看人穿光光 西装比挺的呢 你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我再上班了啊 你自己回去消息 不要乱跑啊 消息 欢迎点餐啊 您好 您好 谢谢 您好 欢迎 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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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巧啊 我叫了你半天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做份饭 订出去了 订了多少 那行吧 胖哥快送 我在楼道里 看见你们的宣传单了 这是我朋友 周远东 这是何春光 您好 我手不太方便 对对对 伤了 中午没吃饭呢吧 要来份盒饭呢 吃了吃了 我们刚吃过 一起啊 中午随便吃了一点 听王源说 你们公司的盒饭不错 下次我一定试一试 欢迎啊 给您一份 那我们上班下来啊 那行 你们忙啊 拜拜 拜拜 这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你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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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医院 那一家 你看她吧 你带一个人 见到你的女神了吗 见着了 还见到一个男神 谁是男神 你姓何他 何春光 你认识啊 我不认识 王游儿他们总聊他 人事不经理何春光对吧 王游儿那天第一天报到了 就因为误会 给他一个嘴巴 怎么误会的呀 王游儿误会何春光要非礼他 我看他就是故意了 你看看 妒忌性可太可怕了 王游儿晚上来你跟他说呀 我凭什么跟王游儿说呀我 我宰相肚子里能乘船我 您这宰相肚子里乘船 太可惜了 您应该成个辽宁大航母了 你少挤得我 你跟小北现在比我强啊 我们俩就是内心闹点别扭 嘴上都不说 我还行 赶紧聊聊吧 咱们俩同命相连互免吧 我跟你说 你跟小北那事其实特别好解决 你就把他搬过来跟得住一块 又增进了解加深感情 挺好啊 你以为我不想让小北跟我一起住啊 樊斌住我那儿的 不 樊斌怎么住你那儿啊 千万别告诉周小北 他不知道呢 我凭什么不告诉他 求求你了啊 樊斌现在特别可怜 没工作 不赚钱 成天除了喝酒什么都不干 他活该 是啊 但但我有点内疚啊 你内疚 你有什么可内疚的你 你看啊 周小北是樊斌第一任老婆 现在和我在一起了 李蕊是樊斌第二任老婆 是我 是我妹妹现在把她给甩了 你说跟我 她总觉得好像跟我有点关系呢 你还说我呢 小心眼了吧 你是担心小北同情心发作吧 说实话 我有点 那天小北接受采访的时候 她那么说 我也不知道她想不想跟我一起住啊 那你也不能让樊斌老住你那儿啊 是不是 那怎么办呀 我现在回去给她撵出去啊 兄弟一场住吧 住几天有了房子再搬走的 我现在去找她住 你也可不了 你什么时候 你吗 我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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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 你好 我要问一下你 你们这里是不是要招人呢 对啊 你是来应聘送货员的吗 对对对 送货员 你这个得到总部去面试 你带简历了吗 没有 那你有工作经验吗 没有 那你对这一片路你熟不熟悉 不熟 不 我刚来 不过我马上就熟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还需要有担保人 还得要担保人 对 担保人 那么麻烦 对 那行 那谢谢你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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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兄弟 家里出了点事 能不能借您电话用一下 这附近没有电话亭 那个打完立马就还给您 行了 谢谢您帮个忙 大仓图说 不是不是 实话 两门间一分钟 打完呢电话费我不给您 好不好 那你快点啊 手机没电了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啊 这为什么没型号 冷口了 你没型号楼 你看 你帮我看看 好 好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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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儿子 给了三头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你 我今天出去跑了一天 工作不但没找到 手机还到人家抢过 这 你也别着急啊 找工作也不是一天两天哪 胖子 妈 你干吗呢 我一个忙不过来 哭哭哭哭哭 知道了 马上过来 我先去忙会儿 一会儿帮你补过手机 你别着急啊 先坐会儿 好 小子 哎 洪哥 这个事情 你不能跟我姐说了 你放心吧 我肯定不跟你姐讲 我真的是 连个快递的工作 都干不上 我姐说得对 我就是啥子事都干不了 一事无成 找工作也不能着急 对了 你这什么公司啊 在哪儿啊 就是离我们酒吧不远的 那个一号店 要么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点事 行 我去吧 你 你知道回去的路怎么走吧 知道 这什么时候送来的 今天早上刚刚送到的 你看这个 这个 觉得还可以 喂 您好 喂 是春光光啊 我是王毅 王媛的弟弟吧 对对对 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呀 春光光 我看你的名片上面 写的是啥子 你是干人啥子 啥子资源的呀 人力资源 对对对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不是 就是给人找工作了 算是吧 那你一定认识黑多公司了 还行 还可以 那太好了 春光光 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怎么了 我今天去应职工作 人家没有看上我 你想你认识那么多公司 我想你可不可以给人家公司说一声 让我去试一下 你找了什么工作 快递 一号店 快递 快递 快递这块我真的不熟啊 这 春光光 你 你一定要帮我 你不帮我的话我这 你想我刚刚出来乍到 我刚来的时候 我手机还遭人家骗了 你要是帮我的话 我 我我就真的不晓得该 好 好 那个你听我说 你别着急 你的工作我一定会帮你留意 好不好 好 那不然有事我就挂了啊 喂 喂 春光光 春光光 快递 快递 你到底是答应没答应啊 其他问题都好解决 不过这个送货员平时 不但需要接触大量的货物 还需要代收货款 所以必须要有担保人 我给他做担保人 来 这是我证件 有什么事您找我 我做担保 行 那你明天通知他来面试一下吧 好嘞 我这就通知他 好 谢谢您 明天拿的 不客气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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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证件 好嘞 谢谢经理啊 好 没事 再见 再见 好了 好 王毅 王毅 快醒醒吧 我跟你说 刚才我顺路经过你的依靠店 你猜怎么着 人正缺人手呢 让你去面试 真的呀 真的 我还能骗你啊 赶紧去吧 这一看就是春光光 帮我做的工作 好 好 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适用期间好好表现吧 好的 好的 我一定会一定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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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是我就先走了 慢走 慢走 好好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那么好的环节 我也是背链了 来这儿找灵感来了 是啊 家里房子要卖了 不想在家待着 我待会儿约了 王毅跟韩文静 我给你倒杯水吧 王毅呢 回去睡觉了 跟我出来一下 去吧 胖子 你今天这种事故意的吧 什么东西故意的呀 我叫你那么多声 都没听见呀 你耳朵不是挺好的吗 你是故意躲着我吧 我那不是着急送活饭吗我 你少来吧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你要是觉得 在你们公司那儿见着 我不方便 以后那边我可以 让李李送了 你什么意思呀 给我杯酒 来 来 谢谢老板 来 来 来 房子长得怎么样啊 别提了 没找到合适的 不是没有合适的 是压根就没有 要么太小 要么太远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太贵了 我之前让你租那便宜的 你还不信 你不是还有点积蓄吗 嗯 买房啊 买房 当然了 你只要交个首付 剩下的给银行贷款 每个月交点月供 这跟租房子其实一样 但是你最后 能落得一套房子 可是现在房价太贵了 我说不定连首付都交不起 你这一次你这个稿费不是挺高的吗 嗯 但只给了两笔 剩下得订稿之后才给 我知道一个楼盘 嗯 应该还有点尾房吧 嗯 价格不高 就是地方偏了点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过去看看呀 在哪儿啊 过了那边那桥就到了 那我明天去看看 哎 你在说什么呀 买房 买房 买房好啊 必须买 我也要买 刘岩不是有房子吗 她是有房啊 但是我们离婚以后 会住哪儿啊 我总不能一直住我父母家啊 哎 你还没结婚呢 你就想着离婚啊 就要结了 明天见父母 准备好了吗 你没事吧 有什么好准备的 差不多得了 哎呀 我真羡慕你们两个呀 一个要结婚 一个要买房 一个假结婚 一个买不起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 这两件事 我连想都不敢想 哎 这回啊 终于可以见亲家了 哎 文静 看 我穿这事怎么样 不丢人吧 跟你爸正好配一对 哎呀 妈 您可别再换了 您都换多少套了 差不多得了 哎 什么叫差不多就行了 注重一表是对人家的尊重 嗯 你今天穿啥呀 就这事啊 对啊 换 换点新鲜的 哎呀 我这身挺好名牌 哎 闺女啊 哎 闺女啊 你最近老是犯困 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没病啊 哎呀 你快点吧 快点啊 哎 我说老头子 这孩子 咱面都没有见过 什么 什么孩子 哦 我跟你爸说 你那男朋友 我们见都没有见过 就先见他父母 这合适吗 合适 帮你满意啊 快点 爸 你别看报纸了 快点 快点 不是 你别看报纸了 快点 好好 快快快 快走 好 走 来了 来了 快点 我说儿子 你是不是应该提前 跟我们说说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姓什么 叫什么 什么样的性格呀 首先呢 这对方啊 她是个女的 她叫韩文静 大学那会儿呢 我们俩差点就在一起了 后来是因为我不靠谱 性格嘛 温柔 善良 体贴 善解人意 贤良淑德 挺活泼的 挺可爱的 嗯 那 长得怎么样 长得不好我能要吗 妈 真是的 天天嚷嚷抱孙子 好不容易给你找回一个 还问这么多 要不是你老拿身体瞎唬我 我才不找的 别忙活了 快坐下啊 喝茶啊 叔叔 喝茶 好 好 我们家留言哪 以前在国外 是学传媒专业的 在报社干了几年 也算是个知名记者了 这不 整个人都有些洋话 还学会了很多外国人的毛病 这要是有什么理数不周的地方 还要请你们多多谅解呀 哎呀 你就别客气了 我们家文静啊 是学法语的 本来啊也想出国留学 但是我和她爸觉得呀 把一个小姑娘家 扔到国外那种复杂的环境 我们不放心呢 好在啊 这孩子特别有天分 成立了一家公司 现在经营得有声有色 干得相当地不错 刘妍这孩子啊 就是自力能力特别强 还特会照顾人哪 跟我们家文静一样 我们家文静啊 也特别地懂事儿 她的性格啊 跟她的名字一样 特别地文静 要是如果找不到 放心的人家呀 我们真不敢把她嫁过去 怕她受委屈啊 你可别说啊 这一点跟我们刘妍 倒是蛮像的 我们刘妍啊 人很正配 从小到大 在这个感情的问题上 一直都非常地谨慎 跟了我们刘妍啊 是绝对不会受委屈的 我腻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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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爸 妈 今天把两家老人 叫到一起呢 一块儿吃个饭也认识一下 主要是想让大家商量一下 尽快把我们这个婚期定下来 定婚 那么急吗 关 关键是 我们也老大不小的了 我们不想再等了 他 其实主要是他 到岁数了 那你们准备 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啊 下个礼 下个礼拜 这么快 这这这这 可算把他俩给呼吁过来了 这边 能同意就不错了 也是 让他们知道你以前的格纪 打死你 所以我拯救了你 知道吗 谢谢啊 最艰难的一仗已经过去了 剩下的就容易多了 拉倒吧 还有请客吃饭订酒店 拍结婚照 想想头多大了 你干吗让我今天过来呀 我想给你个惊喜 有惊喜 有惊喜 现在看看 重新装修过了 没怎么大动 就是换了点软妆 有品味 难怪你会爱上我 去 看看这个房间 婴儿床 太可爱了 你弄的 这都是我挑选的 赶工赶到早上四点 回头再那个小施工 收拾一下就齐了 怎么样 还行吗 我表示感动 过来 干吗 抱抱 你们干吗呀 你干吗呀 不是这么抱的 那你不是 你 这样 来 转开说明 走人 再想一遍 记住啊 革命同志之间的拥抱 我看 走 你看看出房的 出房 你楼那儿想 我出去 这边请 这一套是小户型样板间 您看一看 我喜欢这个窗户 我们这个楼扒都是落地窗的 如果这一套显小 我们还有两套大户型的 你们这套房子卖吗 卖啊 什么时候可以入住呢 随时都可以 如果要办贷款的话 首付是多少钱 你想叫几成 最少 最少三十六万 这个户型啊 是我们这儿最后这一间了 性价比也很高 你要是想买的话 得抓紧 不然很快就没了 小北 你看看 过来 怎么样 漂亮 真的啊 现在你终于知道 什么是天生丽质了吧 衣服不错 讨厌 真的很漂亮 是吧 都可以拍杂志了 那是 你说这定做的 真的比诚衣靠谱啊 特别贵吧 反正不便宜 你说你假结婚的 你穿那么贵 婚纱干吗呀 是啊 我一假结婚的 都有婚纱穿 你真结婚的 你干吗呢 还不出怪你 都是你给糟蹋了 我糟蹋了怎么啦 后来不给你补好了吗 再说啊 你那算什么婚纱 顶多是一小礼服 你要不要再挑一件 够我肝影啊 好啊 要不然就这件吧 行 你赵小白 你早就挑好了 来来来 我给你拿 我来我来我来 快去快去快去 找给我啊 嗨 怎么样 太好看了 真的吗 衣服 真的很好看 你看啊 你看看 多美啊 小白 你说要是女的 也能跟女的结婚多好啊 想什么呢你 真的你看你看 多扬眼啊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你也是我的 你是我大老婆 我原是我小老婆 嗯 世界都是你的 哎 服务员 这个款式 给我朋友也来一件啊 哎 我不要 我就试着玩的 呸 我说要有点少废话 去 给我量尺寸去 嗯 您真真要给客人 量一下尺寸 请问两件 都是一个地址吗 我把它地址 告诉你一会儿啊 好的 怎么办啊 越看越喜欢 小七 你说我应不应该 回家跟我爸妈要钱啊 要的话你就点点头 要啊 那可是你说的 回来了 妈 哎 我爸呢 您在啊 出去溜下去吧 怎么 有事啊 对 我有点事 想跟你商量商量 嗯 你说 我最近写了个剧本 人家给钱给的 还是挺多的 那好啊 是啊 所以我这不想嘛 我租房子也不是 长久之计 刚好我看中一趟 我手里呢 还有点积蓄 这样呢 我刚好把它买下来 你觉得怎么样啊 你的积蓄 那樊斌呢 我说的就是我们俩的积蓄啊 你听错了 我们俩的积蓄 买房子啊 是好事 还是自己买的房子 住着心里踏实 我跟你爸呀 绝对支持你 怎么认识啊 就口头上支持啊 不来点实际的 钱不够啊 差多少 首付还差十万 十万呢 我手上倒是有 不过呢 这个钱都是我们出啊 樊斌他们家 一点都不出啊 这不合理吧 出啊 出啊 他们出啊 出多少 他们也出十万 我刚刚是说 他们出完十万以后 首付还是差十万 首付这么多啊 我不想多付点吗 到时候我们还贷的压力 也可以减轻一点 那倒也是 这钱什么时候要啊 那当然越快越好了 要不然我害怕 那房子被人给买走了 行 那我明天就去银行 把那个定期的取出来给你 妈 您真不愧是我亲生的 说什么呢 对对对 我是您亲生的 你胡说 吃香蕉吗 我给您包香蕉去啊 你孩子 我还需要办什么手续吗 去银行办贷款吧 好 这边请 是吗 那太不应该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最近好多事 都赶到一块了 你放心 我一定马上替你安排 行吗 好好好 等你电话啊 拜拜 文婧姐 这周的时间表怎么安排呀 好几家催呢 我也真发愁呢 是不是时间太紧了 要不我去问问他们 看能不能延期 你傻呀 越延期不是越麻烦吗 没事 反正过一阵我也休息了 休假 文婧姐 你不做了 暂时不做 为什么 因为我怀孕了 真的 那你要生下来吗 当然 那咱们工作室怎么办呀 暂时停业呗 停业 那我干吗呀 姐 要不我去上课 我把业务给接过来 你就不是做业务的料 那怎么办呀 我刚喜欢上咱们工作室 我不想重新找工作了 要哭了 没事 你让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姐 我舍不得你 嗯 我知道 你先去忙吧 嗯 游言 我想喝酒 你今天不能喝去吗 你喝一点 一点也不行 你还没吃这个 没吃这个菜你尝尝 我想吃这个 你尝一个 来来 怎么样 嗯 这挺好吃的啊 什么是 你怎么知道 那么多好吃的地方啊 还没等带你来呢 您就把我给甩了 我还知道更多好吃的地儿呢 将来我带你去啊 把他们通通消灭 行 来 我这擦擦 来 怎么了 我自己能擦 我吃点鲸鲸鲸 好嘞 我吃点鲸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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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鲸鲸鲸鲸�鲸�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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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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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也怀孕了 我 吐神志啊 没有 我谈业务 谈业务 你谈业务也不能这么喝呀 会喝死人的 文静姐 我 我实在是没办法 不能够吧 真的 我真的是没办法 我干的那个公司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生意了 我把我所有的生意 都压在了上面 我现在连房租都叫不及 多长时间这样了 一段时间了 我问问你啊 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我 想过来找我呀 我不敢 行了 别哭了 哭能解决问题吗 你最好是别喝了 这业务能谈就谈 谈不成呢 明天来找我 我跟你谈 别喝了啊 怎么这么久啊 没事 我碰见一个老朋友 虾都给你包好了 把她吃了 我不想吃虾 我想喝酒 喝什么酒啊 我今天特别想喝酒喝一点 喝什么酒 把虾都吃了 你好男人啊 男人不好 虾没 你得听话 多吃海鲜 孩子聪明 知道吗 你要再走啊 没什么 也不跟你结婚了 真的 你不吹牛能感冒啊 像我这么好的男人 上哪儿找去啊 好好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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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哪儿来啊 跪 跪 跪 女士 请您在这里 和这里签字 好 好 可以了 祝您购房愉快 就签完了 签完了 好 谢谢 可以 我住会有自己的房子 自己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您 这不是厉总吗 大驾光临 有何会干呀 不是来挖客户的吧 文静姐在吗 不在 就算在呀 姑姐也不愿意见你 是文静姐让我来的 她找你 既然她不在 那 那我改天再来 真是文静姐让你来的 我去哪儿 文静姐 工作室有贵客到法 果然是贵客啊 上来吧 天眼蜜语怎么写 暧昧怎么说才对 学不会 就被淘汰 你的世界 只怪我不够特别 应该送多少玫瑰 什么颜色 你才对情人节 是今天还是昨天 这一次我无路可退 而我只待我不舍也不配 而我只梦寐 给求你多看我一眼 Baby 给我时间 也许你无所谓 别让我不要改变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狂奔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我不会弹其他成歌 也不会懂得你快乐 你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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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眼蜜语怎么写 暧昧怎么说才对 学不会 就被淘汰 你的世界 只怪我不够特别 应该送多少玫瑰 什么颜色 你才对情人节 是今天还是昨天 这一次我无度可退 而我只难不舍也不配 而我只梦寐 一场你多看我一眼 Baby给我时间 也许你无所谓 别让我不要语别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狂奔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我不会弹起他唱歌 也不会都让你快乐 我没有天分 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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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狂奔